我国政局过去两年持续动荡不安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在华旦这一天 促请朝野解决各种政治乱象 确保政局稳定 同时尽快解决国际对我国的信心赤字 好让国家经济继续稳健发展 另外陛下也呼吁政府马上着手处理粮食安全危机 避免国际乱局导致国内的生活成本持续上涨 政府必须要制定长远计划 来应对粮食安全保障人民的生活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今天在国家皇宫发表华旦遇此时指出 我国熬过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已经逐渐复苏 这要归功于正确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 4月1号重开国门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朝野政党互相理解 也让国家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但是我国必须尽快解决国际对我国信心不足的问题 好让我国成为各国首选的投资国家 陛下表示政府必须捉紧机会制定创新的策略 继续明智施政带领国家良好发展 另外陛下也强调如今全球各国面对各种困难 我国必须马上解决粮食安全危机 制定长远的应对计划 确保人民的生活成本维持在合适的水平 配合陛下华丹 今天有1,021名来自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受封 其中国防卫队前首长丹斯里莫哈莫哈辛 受封敦勋贤 中华总商会总会长丹斯里卢成全 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第二部长丹斯里黄家权等18人 受封丹斯里勋贤 另外有23人受封PJN拿督勋贤 包括国家银行副总裁周青莲 和男子羽球前运动员傅国强 还有3人受封PSD拿督勋贤 请不吝点赞 期待 Id173、3人受封 7分 Thermaltكر 3人受封 5人受封 正品 8人受封 5分